AR抗爭實境是在遊戲中經常應用的科技 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 能夠與現實世界場景進行結合和互動的技術 駐成中學學生團隊用AR技術 創作虛擬移動展覽館 用家只需要透過手機掃描條碼 就可以一覽九龍城社區金色面貌 在第二屆社聯主辦的 全港中學生社創社區4.0比賽中 獲得最受歡迎大獎及優秀表現獎 我們的設計是用AR技術 只需要一部手機和平板掃描 這個標誌就有一個立體的九龍城區演模型出來 裡面有一些九龍城區的建築模型 昔日和現音對比的一個照片 這個作品最主要是讓 萬有輕度認知障留症的長者 可以安坐在家中 就可以做到一個免壞治療 不用出去可能會有一些危險的風險性 而且它的成本又比較低 可以照顧到他們的經濟負擔 作品獲民政事務局青萊 近率先在香港聖工會 樂文國奉軒綜合服務中心使用 很受長者歡迎 他們很開心 我們這群長者都居於九龍城區的老街坊 除了時代的變遷 沙中線的開拓 很多身下或舊的景色都移除了 在AR的產品中 可以重現昔日看到的景象 有一個叫懷緬治療的方法 因為我們的長者 除了年紀越來越大 記憶力衰退 甚至乎有些是有形之障礙症 我們說他們大部分 近的東西都記不到 但遠的東西 或者他們年輕時候 所見到的人 或者是事 或者是景象 他們會記得很清楚 其實用一些昔日的情境 可以令他們的記憶加強 設計亦會介紹區內的特色小店 讓街坊獲釋最新資訊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能夠幫助藝術工作者 解決展覽場地不足問題 在工作坊和自己去樂區實地考察的時候 就發現商場可以比展覽的地方實在太小 就是400呎左右 實在太小 是無法去展覽一些大型的展覽品 如果利用我們這個 經歷技術的 速得到的 客廳 我們可以把那些作品 虛擬化之後 去放在裡面 市民、街坊 只需要透過手機 可以掃描入展覽館裡 就可以去看到那些建築物 以及一些大型的展覽品 負責帶隊的學校資訊科技主任何嘉琪表示 作品可以利用同學所長 及所學到的STEM知識走出課室 每一位學生可以發揮他的專長 因為其實作品裏面 除了天程、3D模型 一班同學很有心地去樂九龍城 收集社區裏面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可能畫畫很聰明的同學 放在作品裏面 學校學到的一些知識 跨了學科地放在作品裏面 真的放在社區裏面 而老人家或不同的持份者 他們真的會受落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意義 年輕人通過這個比賽的時候 不是單單贏比賽獎品 而是贏到自信心 因為在這個比賽裏面 無論你讀書厲害或不厲害 其實你都有均等的機會去參與這個比賽 然後看看你怎樣去認識紋身 有多認識 然後如果落實到的時候 你的滿足感是大於你獲得一個冠軍 因為他看到當區的居民 很樂於用自己的作品 亦都在當中他要參與 教一下居民怎樣用 如果那個作品是能夠行久落實的話 那些學生更加可以行久地 去持續參與在社區的事務上